嘩,有沒有搞錯啊?都還沒開麥克風 我們今天網台開會135 俊仔,我今天看到你們的樣子好像很惆悵 為甚麼? 今天很不開心啊 為甚麼? 我耳淚洗臉啊 是呀 因為智叔離開了我們 你最小啊 你哪個最小?你說清楚啊 今天我發現了 這件事不要說 沒關係,我不想說 原來,都說了 美國有份調查 是 真正的調查 就是戴口罩 因為口罩是塑膠做的 是 長期戴口罩會令到自己的 某地方的部分 男性會弱化和短 是真的 我現在盡量沒有戴的 好時態 是呀 我們今天開會 因為今天小節目 你們一會兒講完慢慢聊 老鳳,你怎樣看? 智叔的事 呃... 心表我來哭 嘩,你講到想哭的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真香港人 真香港人 你不是跟他演藝界 是因為真香港人這幾個字 我本身對演藝界不算太有認知 但是 無論是甚麼階層 甚麼行業都好 有良知的香港人 我都覺得是值得我敬重的 我們另外一位 今天客串嘉賓 這個厲害 這個真的跟... 有交集過的 有交集過的 而最重要的那兩部電影 他有參與的 小俊哥 不厲害 剛剛工作上碰面而已 但是就... 知道的 智叔已經很... 很專業 很敬業的 那時候就... 因為我跟那一部電影叫做《危城》 嘩,很危險 說不可以的 那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內地是可以上的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智叔 因為很少在現場 很少他會打電影拍的 我看到他現場 每天就在練舞 以一個文人來說 我覺得... 真是... 挺難得的 最重要的那部電影 有些對白 由他把口說出來 我覺得... 今時當我看回就更加... 好像很有意義 哪些對白啊? 你說到這樣 唉... 如果你看回那部電影 有一場戲 他跟青雲哥這樣說的 他說... 我們... 要照顧一下大家的百姓 我們不是很... 其實那個小人物 普城裡面的人 他們那個故事裡面的人 是一個地方叫普城 是啊 普城的群眾 先跪著 因為那時候呢 就說那部電影 有個大軍佛的兒子 殺了人 我知道 那時候有兒子 古天郎啊 是啊 那時候呢 先跪著 是啊 但是呢 因為普城有他的法規 這個犯法 就一定要懲治的 不是說你權貴呢 就要可以 為所欲為的 是啊 大哥有槍啊 是啊 這就是整套戲 最矛盾的地方 當年來... 當年來講呢 這套戲是上到大陸的 嘩... 現在應該不行了 現在就不知道了 中國人這麼開放 應該可能... 可以的 可以的 故事這麼正路 但是不是啊 我見到你俊仔 剛才吃飯的時候 講起上來眼濕濕 說... 有一個鏡頭啊 啊... 我們阿智叔呢 令你很感動啊 所以你才這麼難過 你說是... 無間道啊 是啊 是啊 因為... 如果那套戲呢 我是很欣賞阿智叔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那套戲 他對白很少的 他大部分都是用個表情去... 就是... 做... 做戲告訴你 比如... 他爸爸死了 那樣... 他用個表情告訴你怎麼哀傷 跟著... 就是... 找到那個殺父仇人 他怎樣報仇呢 他完全是用個表情告訴你 就是... 他的兇狠 他的無奈 他的悲哀 他完全看到了 就是... 我覺得... 他的演技其實是... 已經很頂級的了 哦... 就是... 鄭健和 就是和仔大人 就是... 不用用對白的... 幾個表情 他用身體語言告訴你 所有事情 是啊 那我啦 我自己本身... 年紀最大啦 跟他同步啦 年輕他一點點 我們... 認識他的時候 我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 上海單 那... 最記得... 啊... 你要堆壞他的時候 就要... 你欠我那樣東西 他給你 跟著堆壞你 很豐富的 很多人在 說他老婆呀 說他兒子 其實我沒有必要講 不過... 嗯... 最後來啦 這十幾年啦 其實... 應該是十... 十五六年啦 在很多的獨立電影裡面呢 就是... 剛才小樽說 喂... 有錢收的啊 就是十年那套東西 是啊 十年那套... 有機會沒有的 是用了... 整套六十萬 但裡面拆開了五六個故事 那... 就是... 當然啦 他是其中一部分啦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一個這麼知名的演員 其實基本上不會理你們去拍一套 可想而知呢 其實智叔本身 是有心去支持這個... 本土電影啦 香港的新動電影 即是他直接把那個姿態出來 去支持啦 是啊... 還要講一些對白啊 我常常覺得... 我猜他們對白已經在Facebook洗版了嘛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代表了智叔的一些心意啦 因為呢 剛才我們跟小樽說過 我們跟小樽說過 就是... 喂... 現在拍這些戲都已經是很無風險的 當日拍十年其實都是風險 如果不是錢 有沒有錢啊 還要肯拍的其實是一種態度來的 是啊... 就是他拍完就不用支持回大陸的啦 肯定不用說啦 但是又好像沒有什麼影響的啊 好像智叔好像是沒有回大陸拍戲的嘛 好像... 但是沒有回大陸拍戲的 其實他的戲是在大陸上到的嘛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是... 就是... 本著一個專業... 即是雙重標準啦 不是...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明白的 只要你本著一個... 只是專業的態度去做每一套戲 其實沒有人理你的 因為昨天智叔沒有... 其實他沒有什麼... 怎麼解說過他自己... 什麼政治立場啦 哦... 他是沒有很明確的 他...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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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演過角色而已 他只是演戲而已 那他可以解釋說... 那我也是跟劇本的 你有回事找個劇本的 是啊... 喂... 不是的... 那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不是啊... 陳奕迅六千萬 我看他真是糟糕 我覺得... 陳奕迅真的要賠六千萬 算啦... 他... 共產黨跟他賠啦... 真的很難啊... 六千萬... 他們... 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都不會給六千萬 嘩... 你不要說到這麼忙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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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國家好明瞭的... 是啊... 國家好明瞭的... 你都很明瞭的... 你想想... 國家好明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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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困難的... 會將你的功勞放進心裏... 你放心... 李克克都說了... 大智晶有你份的... 你放心... 你放心... 其實講來講去就是講我們身邊的事 講回自叔 我要沒有大風險 我會不會封台 你這樣講 你兩個 你不是想再開幾條雲嗎 是啊 所以我就 大肥是不死的 是不賭的 現在看就知道是不賭翁 我昨天其實我見到洗版 我今天其實做了一次節目 我見到自叔洗版 自叔做小人物 其實這幾十年很多這類型的人 其實我最有印象是以前 無線版的包天天舉辦公孫賊 都是詩詩文文 你覺得他應該 不是 我覺得他那部電影不是很出 這個形象適合詩詩文文的樣子 好像剛才詩詩說他打工夫 其實你想到自叔打工夫 好像都不太好 因為他藝份班出來認識的 當時李嘉鼎也認識不少人 你有沒有看過ViuTV那套選戰呢 也是自叔做的 那套選擇他 那套選擇他 嘩 你真是自叔的影迷 哪套選擇他 那套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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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選擇他 那套選擇他 他最後一場戲 他很記得兩個人在天台吵架的時候 他有一個環迴鏡子 鏡頭這樣環迴他們 兩個吵架 我看得很投入 原來曾偉拳是這麼好戲 曾偉拳以前是在亞視做主角的 那套選擇 所以其實《無線》這個霸權 其實智叔已經反映出來了 他淹沒了很多有實力的演員 是限死了他的角色的形象 因為他太多人可以選擇 那變成好像分工了 這群人永遠都是做A類型角色 另一類是B類型角色 永遠不會有 那些不用強姦犯 但是智叔就可以做到 連TVB都要找回來 做一兩套主角 這個就是智叔的努力 他的努力 我覺得一開始沒有人記得 現在沒有人記得 其實他是第一個 可以說以他甘草形式 第一個 我不足以的TVB 是 說走就走 2005年 完全我投入了電影的行業 他不怕電影也好 電視也好 他照出去先 其實有這些林家棟就是 同類的林家棟也是 但他早過林家棟 早過林家棟 九幾年 年輕很多 真的 有個問題就是 他們這些人沒有想著 走出來我回大陸拍 我出來接一些獨立製作 那時候是沒有ATV的 ATV是沒有製作的 因為智叔出來那時候 其實都是一台獨大的時間 19幾年 和大陸那時候 都沒有叫做正式影視行業 那麼旺 所以智叔幾有勇氣 走出來 所以我其實 這些人 林家棟我很佩服 但是林家棟 起碼談好了 劉德華你才走 你不要忘記我 一向做主角 有靠山 還有我做主角 但是智叔是沒有的 智叔走出來 他不跟吳孟達 我是紅了 有人外面給錢 我試了賭成 然後我一直煩風順 智叔是沒有的 還有他做的事情 不是很密集的 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比較高一點 比較 是比較高的 就是這個 是沒有辦法 大家公認了 但是當然 今天看到洗版 昨晚洗版到現在 洗版歸洗版 大家都很執著他 他本身 就是本身那幾句說話 就是電影 喂小樽 你私底下 你起碼都叫認識他 我不小心認識了你 你就不小心認識到他 那你怎麼看 其實智叔是怎樣的呢 智叔其實對後輩 就很循循善由 因為他本身都在 浸會大學教書的 就是有教演技 那幾樣東西 就是他很有方法 去令到那些 科學員那些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引導他 怎樣開放自己 怎樣教他 用不同方法 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 就是會拍戲 未必會教人 但是他就 你有沒有見過 智叔有情緒呢 情緒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說真的 又不是說 只是工作場合 但是很多時候工作場合 有些人都會發皮 但是我在智叔 真的沒有見過 專業 很專業 還有很循循善 有很多朋友 那我又有問題了 如果他的導演 或者監製 連資錢過他 他是選擇是 信那個導演 還是覺得那個場合 或者是 會給意見 是的 智叔的意見 可能會比較好 他一定會給意見 但是他基本上 跟回導演的意願 去 用他那個 知道的事情 告訴你 就是拿回那個平衡 所以你會看回 其實這麼多套戲 十年 有智叔的那一輯 你會看到 真的不同了 整個故事的演繹 你覺得那一套是 導演的成份 還是智叔佔的比例 我覺得 導演懂得找智叔 去做這件事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兩方面 一個聰明人 沒用的 應該懂得找一個更聰明的人 因為 很簡單 十年其實是沒有製作的 沒有製作 起碼你交到貨給我 他會找一個人 那個人可以交到貨 其實導演的眼光就是 我都沒有製作 只是講個故事 如果連講故事的能力 就是等於優佛龍 大哥 我故事都沒有了 起碼玩工 我交給你 他一樣 我有個故事 但是我沒有製作 那怎麼辦 那我就要靠個演員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我自己看 吳孟達也是 你給他一個角色 我就要做盡個角色 演活 但是 說回來 好像順著來 那幾年 突然間有些 好像當日 你講 我剛才所講 由香港回歸後 去到03年 那幾年 突然間有一批巨星混落 就像肥肥 羅文 哥哥 妹姐 林鎮強 無端端 好像在香港的低谷 突然間響應 整班人 好像一個時代終結 是啊 主角那時候就終結了 來到近期就是 跟其他人 跟其他的 筱姐 炳哥 達哥 智叔 曾美權 其實去年有陳穆星導演 但鋼姐其實是很正常的 陳穆星 也不是 其實很年輕 但你不要忘記不單是陳穆星 你現在 鋼姐當然是 炳哥 很簡單就是我們太極的其中一個都一樣不在 很年輕而已 突然間好像來到一個關 就突然間有堆人走了 就是又是香港的低潮 就是我們香港是一個黃花歸女 高大家歸首 就是香港的負能量比較大 也會影響 有些人反映了社會負能量整體的心態 就是香港的負能量比較大 也會影響 有些人反映了社會的負能量整體的心態 就是香港的負能量比較大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巧合的 我覺得會有這些互相影響 會有的 我也覺得是會有的 會有的 會受心情影響 感染也會有心情影響她發出來 如果她可能都是有良知不是男校長 她就不是她們 她們覺得這個社會問題出來 她覺得很屈結 因為她人力解決不了 她屈結之下心情差 影響到內分泌 可能又會有很多不同的病 甚至乎 其實不一定癌症 我們抑鬱的時候 心情低落的時候 飯也不想吃多一口 剛才你有沒有吃飯 俊仔 證明你真的很難過 真的吃不下飯 嘩 她倆剛才看到 你就不同了 你真的那碗飯也不吃 證明你真的很難過 忠實影響所以沒吃飯 大國走過幾天 我都有點失落 最重要的是 智叔 其實都是上個星期才開始有消息 我都以為是 很快脆的 我都以為是一個 咦 是不是整個只是說她有胃癌的 是初期或者中期 真的沒那麼快 沒有的 你胃癌如果發到痛的時候 應該是三四期的 因為胃是沒有神經線的 所以自己對這個消息的時候 不是非常大反應 雖然知道她有病 但我沒想過 一星期就說走就走 因為那個人好像垂頭喪氣 經常人都說走 但他就走 其實我們自己這樣 其實才對比 我昨天在旺角 我見到那些保安的歷程 我打開過 我跟他打開過 我也很難過 香港十年數次 但是昨天見到十多歲 學研施政 這個名字我常常說不到 十多歲的小妹 還站在旺角喊咪 關於李宇軒 四十七個人 我對面整班警察都在看著你 隨時充滿五九九支 我自己趕到哭在街上 很多人看著這個肥佬這麼奇怪 你自己拿著電話對著他在哭 其實我自己的心情很差 接著一看 自縮就離開 令人像這樣 不斷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一單接一單 我最記得如果反映這種心情 當時2003年 4月1日 狂哥離開的時候 因為沙士時疫情很嚴重 有種很靈魂 恐怖的氣氛 因為你又不知道 當時還沒有很明確怎樣去處理 甚至香港是剛剛發生的 但香港其實那時已經沉了幾年了 所以突然間有沙士 香港的狀態已經很... 人們的心情已經很差 突然間知道哥哥在那個位 因為那晚自己在坐車 正在返回一周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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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危險 曾經我脫離了 但我記得那晚 突然說要回去做一個... 立刻回去公司做些事 我說什麼事呢 然後聽說做何哥那個 原來出事了 所以我不是自己... 只感覺到身邊的人坐車 就是想哭 我以為是愚人節來的 你是不是開玩笑啊 我想說 不要緊 真的啊 我以為是開玩笑而已 原來是不真的 很簡單 李小龍當下死那天 我又覺得人家在開玩笑 我那時候很小 到張國榮死 反而阿羅記死了 離開 沒有那麼沉重 或者那個叫做... 年紀又很少 因為阿羅記死本身都知道 他本身有病 好像你離開的時候 你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甚至你... 梅艷芳不在那裡 他知道他有病 你有個時間適應 就好像阿次叔一樣 突然間好像... 上個禮拜說 然後又不在那裡 但是你不要忘記啊 吳孟達 他之前已經是試過 都知道他有病 知道他... 他有十天八天給你說 但是智叔是沒有 他說他胃癌 都沒有說 他進醫院沒什麼問題 然後轉頭就說 令人很難過 我們這些... 不如其來的惡耗 這些是我們身邊 都可以當他朋友 我想說多一個... 挺奇怪 又賴到一點 我最近做的節目 我們那個節目 經常講 Sat Sider 那一套正義聯盟 我最記得那晚 Sat Sider 出第一個trailer 我很興奮的 那天是8月23日 那天看完那個trailer之後 第二天收到電話 就說 陳穆勝導演離開了 我突然間的上落很大 我自己很喜歡某些東西 突然間想著 可能你買了個洗衣機 可能你新居入伙那種心情 就是八家樂那樣 你第一次買了1萬元 1萬元裝 然後中了 跟著多一次買了2萬元 2萬元買裝 仆街開閃 最糟糕 原來突然間有個電話 告訴你 你身邊不知道什麼人 突然間離開了 那種心情 是啊 突然間 好像這次智叔那樣 又是一種心情 剛巧他又是做同一套戲 就是 我在今天想回 看照片的場景 就很感觸 你很年輕啊 小樽 我不是很年輕啊 差不多四張 喂 2003年在一周刊 到現在十八年前 喂 都經歷了整個香港的起伏 就是BNO 要申請回來 我打算很愛國的 喂 你有沒有BNO 沒有啊 我也很愛國的 你有沒有BNO 原來我們四個在 都沒有一個 其實我們沒有愛國 我們已經證明了 我們多愛這個地方 是啊 我們多愛這個地方 找我做那些司長 是不是 全部有外國護照 找我做 反正都是廢物 是不是 喂 我做好他做 我收一半了 20萬我收10萬了 算了 反正大家都是廢物 這四個已經可以搞定香港了 可能不大差 喂 我們怎麼搞 我都不搞得比他還可以 是啊 至少我會感觸 有感動位 他們沒有 我自己這樣說 因為快要到時候開始做節目 我說對於我們來說 我自己 我難過的 因為 從小看到大 我看他的時間很長 你也都看到 香港的藝人 70年代尾已經開始了 還有最大問題 在這個 新疆棉事件 或者再之前 喂 我們為什麼經常都記得 哥哥或者妹姐 有人記得 我記得妹姐就是王爵行動 你記得 有些叫做 記得羅記 但你永遠都不 記得天王拒醒 那一代人 但是你永遠都覺得 鄧麗君 張國榮 梅艷芳 你會經常記得 為什麼呢 即是每次有些事件 你會對比 即是人格的光輝 你看到智叔就有 喂 很多人喜歡看譚炳文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譚炳文 是一個明星 是一個我們尊重的藝人 但是你不會覺得 不是他天王巨星的級數 不是啊 你智叔都不是天王巨星 但是我相信 他低調 但是我相信 智叔呢 你十年後再講智叔 二十年後再講智叔 都一樣會有人記得的 其實就是 你做過些什麼事 不是你的電影作品 你現在最重要 你本身的人格 和你自己對香港的感情 你十年後 你見到達哥 達哥的 即使看 他要加入共產黨 是嗎 你免得看 這段時間還在講 一年後 兩年後 未必有人看 我都替 無線慘的 剛剛今晚做特輯 懷念智叔 喂 當年智叔跟你說 我不俗約 你收檔 關電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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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就是 因為他很支持 香港電視 拿不到牌呢 智叔說了一句說話 我們不如關電視 我們有選擇的 我們有選擇的 告訴你 他沒有說 關電視 他沒有說不看什麼台 他這樣的意思而已 他只是說一句關電視而已 即是他給你一個選項 可以看 可以不看 不看 可以關電視 他沒有說要對抗什麼台 之類的 好似現在大家說一下智叔 全世界都說 他近這十幾年拍的電影 那我問你 十年又不能看 偽性又不能看 全部都不能看 那你說什麼呢 沒有啊 選戰都不能說 選戰是ViuTV的嘛 你有什麼要說呢 有 包青天 公先宅 上海灘 是呀 常規 智叔在TVB拍的什麼 令人好 我真的沒什麼 其實真的 講話 上海灘 其實他做得很閒的 他的角色 但你又覺得 他做到的好處 相對性 我覺得他出來做電影 就是明智 告訴他什麼叫演技 是呀 如果不是 只看無間道那一套 已經看到了 是呀 他整套戲都不過十幾對白 我就反而喜歡那一套 叫做門徒 就是他做一個很粗皮的警察 OK啊 我都看啊 我都沒看過那些這麼狂的東西 就是 他做這個這麼粗的 伸手進去 然後就 撥脫手 然後他又怕又痛 撿回我的手啊 我從來 我從來沒看到智叔 有這種演繹的 那一套 那一套我喜歡的 又爛 他那種爛 很爛啊 喜歡拿好處 做一些 某些官家的人 他和張家輝做的那一套 也是的 說他十幾年前 在後面開冷槍 射到他 他都做到很入獄的 爛警察 做過那個 什麼私家偵探那一套 其實他本身是可以很全面 只不過是電視台走死了他的法規空間 不是可以很全面 簡直是很全面 他可以很全面的意思是 電視台走了他 所以他沒有說很全面 他都說無事是霸權來的 因為無事很簡單 就是 你做這個角色 你強姦犯一世都強姦犯的 你做屍體一世都做屍體啊 世輝肯定是強姦犯的 他也是強姦犯的 可開心心送志叔 我們都是 要誠計志叔的為止 就是 騙騙君子 但是又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演繹到不同角色 就是香港人的特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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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夠生存的空間 想辦法爭取自己的生活 就是 他話頭 就是 他令我最 最佩服的就是說 我 都是本土派 是不是 我 沒有想著移民 我很愛香港 其實 就是 我啦 我沒有啦 你又反抗近啦 你說你老婆想移民 你就在那裏撐住 當然啦 外國的嘛 是啊 那女兒三歲 已經會唱國歌 小粉紅 小粉紅來的嘛 你聽說 我們老婆每天都穿紅色衣服 紅到盡給你 那這個更加不用說了 是不是 小俊哥 我回大陸做的 是啊 我回大陸做的 所以其實呢 我們 全部都是愛國的 但是 志叔說了給我們聽 真是 我們很愛香港 所以我們四個都沒有BNO 對不對 哈哈 是啊 我們 我們 寬笑地送她 好過說那些 一路好酒 這些我就說不出 因為呢 對於 香港人 對家人也好 其實 是沉重的 那麼 希望跟香港的環境一樣 很快 明天會更好 嘩 嘩 你還不醜大喜貴 你真是 你說這句 反差太大 明天會更好 希望明天會更好 我志叔雖然在偽城說 我們先跪著 但我記得 後來青雲 那個角色 就說 我們不是奴隸 我們有自己意願 哈哈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我們 海波節目 拜拜 拜拜